33岁,C罗速度惊人,进球前冲刺跑100米10秒43从禁区到禁区瞬间移动9月18日消息,33岁的C罗逆天了,在上周末的一甲联赛中,他终于打开进球账户,而据意大利媒体最新测算,他在打进第二个进球之前竟然跑出了34.5公里的时速,相当于100米10秒43左右。 当时比赛第64分钟,萨索洛脚球进攻内果,蒂科斯塔背身做球,C罗从后场高速插上,埃姆雷粘中路分球,进去内右脚一领左脚低射,远脚得手,尤文图斯取得2比0领先,从本方禁区启动时,C罗的速度还不是很快,在快到中场时看到道格拉斯科斯塔制造反击机会之后,C罗立刻开始发力冲刺, 等到杀入禁区左内接到埃姆雷粘传球起脚射门时,他已经跑动了89.21米,在这一反击过程中最高时速,达到了34.5公里每小时,换算成百米速度,是10秒43左右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俄罗斯世界飞上C罗就曾经创造了世界飞最快速度,在与西班牙队的小组赛中,他曾在一次反击中,创造了33.98公里每小时的时速,可惜传回给中路队友时被对方球员破坏。 短短短两个月时间,C罗跑得居然比世界飞时还快,不能不让人佩服他33岁的年龄,23岁的身体素质,果然是足坛第一自律的代表。C罗的身体素质惊人。 按摩